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一起去跟進一下美國方面的最新情況 有單消息一定要和大家分享 因為都相當轟動一下 就是保守派媒體Project Veritas 真相項目 他們收到一位吹哨人 向他提供了一條絕密的視訊片段 原來這名吹哨人在Facebook任職 而這條絕密的視訊片段 是截錄自Facebook創辦人朱克伯格 以及Facebook高級行政人員的會議內容 在說之前首先要呼籲各位亦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先說說這名偉大的吹哨人的背景 他自己宣稱 說仍然在Facebook任職 並且願意繼續來揭露朱克伯格 以及Facebook的腐敗情況 換言之 這些類似片段可能會陸續有來 總之在Facebook能夠捉到鬼之前 大家繼續有東西看 而我相信 能夠獲取到這些片段的人 他一定有回不上職位 就不是阿茂的手都看到他們的內部會議 這些是高級行政人員的會議內容當中所錄取回來的 亦都很珍貴的片段 說回這條絕密的視訊片段 為什麼說他的內容是這麼震撼呢 因為他是提供了一些確切證據 證明得到Facebook的腐敗本質 在這條片當中 朱克伯格親自這樣說 說通過嚴格的言論審查 實現了前總統特朗普的權力移交之後 他就希望在武肺疫情上 再幫忙來做輿論導向 繼續跟拜登政府合作 朱克伯格還說 拜登總統上任的第一天 就已經簽署了一些行政命令 涉及到 他們作為一家科技公司所關心的領域 朱克伯格還說到 希望有機會跟新一屆的政府合作 從他這短短的幾句說話 就已經是充分地反映得出 在去年的總統大選當中 Facebook他是的而且確 有運用他自身的力量 來影響整個大選的結果 因為他說 做了一個嚴格的言論審查 現在他們終於肯承認 當然他們這個承認就不是公開承認 而是在內部會議當中自己承認 所以這個吹哨人的功勞就很大了 之前一直都是網民指控你Facebook 到底你有沒有跟拜登團伙合作 當然很多人都說有的 問題就是之前一直都虎無證據 大家都是用口來說的 大家都是用常理來推測 現在有了影片的時候你就百詞莫辯 不然你告訴別人 為什麼說是通過了嚴格的言論審查 實現了前總統特朗普的權力而交 這句說話何解呢 現在就有了一個證據 你沒得允許的啦 他又提到 說要在疫情上搞輿論道向 繼續跟拜登政府合作 他可以在疫情這個議題上帶風向 同時就可以在其他所有的議題上 做回相同的事情 繼續跟拜登政府合作 這些就舉一反三 大家都很容易理解 你自己承認就好了 差在你不認的 之前一直油泡琵琶半遮麵 所以這條影片就很緊要 你沒得說這條影片是假的 沒得說他合成的 事實上就是你的樣子你把聲 沒有不認的 是不是 只不過有些東西就叫做零被人知道 莫被人見 現在就被人見了 那隻底牌都被人看了 那就好了 是不是 所以這個吹哨人一定要讚他 好了我們說完這條影片的其他內容 先說這條影片很難 Facebook的全球事務負責人克萊格 他就承認 Facebook是擁有了過多的權力 在封殺特朗普總統言論的時候 就招致到多國領導人的譴責 包括了的就是有墨西哥總統 俄羅斯的反對派領袖 德國總理就是東德肥婆 等等 都說你有問題 這個全球事務負責人就承認 Facebook權力過大 你知道就好了 另外一個就叫做新聞誠訊部門的副總裁羅森 他說什麼呢 他說Facebook是已經能夠檢測得到 並且 對於那些可能具有仇恨言論或者是暴力威脅的評論 作出即時的凍結 這套系統就是過去的三四年裏面所建立起來 所以這個又解釋得到了 為什麼有時候有些本港的用戶 他們會發現 我幾年前所發表的一條鐵文突然之間 出了事 突然之間就被Facebook警告 他犯了規 違反了某些的守則 幾年前 照計應該沒有人理會 很可能就是這套系統在作弊 包括了 大陸的不是 被人禁言 最多 在過去一段時間 我相信 不少網友 都有這個經驗 無厘頭被Facebook禁言 原來就是他們建立了一套這樣的系統 它是自動檢測得到並且是凍結的評論 當這套系統不斷運作的時候 自然就會翻查過去的言論 所以 這一套系統其實是很恐怖的 因為以往Facebook是怎樣做審查的 就是有人舉報你 他才會檢視一下 到底你這個舉報 是不是成立的 起碼通過一個人工的方式來審查 現在不是 他就用了一套電腦系統來自動審查 自動來凍結這些評論 自動幫你禁言 這些根本就是非常恐怖的做法 其實也是變相地在扼殺言論自由 因為到底什麼是為之 可能具有仇恨言論或者暴力威脅 這些是你 通過人為的方式教那個電腦系統去判斷 你說那些是就是了 那你那個準則有沒有公佈給大眾聽 當然是沒有 這些是你教那個系統怎麼做 他就怎麼來都去做 你可以將很多 完全無關仇恨言論或者暴力威脅 你都當成了是 那就禁言了 所以就解釋得到 為什麼那麼多用戶 就是因為幾年前所發表的一些 說法而中伏 這個是很荒謬的 幾年前的東西 說的是16年17年都被人找出來的 就是你這套系統 當然我又要說一句 如果你Facebook真的要刪除 那些仇恨言論或者是暴力威脅的 我完全是同意的 沒有問題的 只不過大家就質疑一件事 就是你有沒有借著這些名義來去搞政治審查 這件事就很重要 當然 可能有些益友都會認為 這條片段裏面所說的東西 其實大家早就猜到的 Facebook就跟拜登團訪勾結 問題就是 有句說話 叫做零給人知 就莫給人見 之前都是大家一直推演出來的 現在有確切證據 那你那些左膠就不能夠不去看清楚這個事實了 有視頻了 不要再說沒有證據了 有些KOL就很喜歡對於 這條民主黨的四川一是避而不談的 哪四川一呢 民主黨本身 華爾街 科技巨企 以及主流媒體 逢親牽涉到這條非的四川一 隨便一關 他就不說了 避而不談 大有人在 只是說粵語的KOL當中 其實 蕭先生老蕭 他就不會說有所避諱 華爾街他就照說了 上次那個GameStop事件他也有說了 是不是華爾街 主流媒體有多不堪他也有說了 包括這些科技巨企 有問題他也有說了 這些就是比較全面一點 有些KOL就不是 往往 避重就輕 凡親牽涉到這條四川一 他就不說了 很準的 大家留意一下 有些甚至乎吹捧佩洛西又有 吹捧拜登又有 這些是很不堪的 又比如說有些左膠 有些所謂國際線的KOL 看到朱克伯格有這條片段被吹哨人爆了出來的時候 他們又是不提的 為什麼不提呢 因為對於民主黨不利 根本上現在就有了一個很明確的證據 告訴大家 是出現了官方勾結的情況 這個還不是官方勾結 這個朱克伯格說明要跟新一屆的政府合作 請問合作什麼 合作是搞這個輿論導向 是不是有問題 是不是要指出他這個問題 就算你阻止不了他 你指出他 沒有 你說是不是好 令人失望 不要說那些人 說回這個科期 實情路透社之前都已經踢爆過了 就說包括Facebook在內的一些科技巨企 在大選之後 已經在安插一些人馬 走到拜登的團隊當中擔任高級的職務 試圖來影響新一屆政府 對自己做出一些有利的政策 這些是不是官方勾結 為什麼科企可以安插一些人馬 去到拜登的團隊做事 這些是不是證據 還有的就是 原來《華爾街日報》上個星期就爆過出來 說在去年整個科技界 對於這個遊說方面的支出 只是說Facebook 就已經有接近兩千萬美元 是閃亂冠軍 原來你一年就花了二千萬美元 差不多一億半港幣 去做遊說的功夫 到底這些錢是誰收得多 我相信就不是共和黨人收得多 共和黨人不斷處處去隔離 不斷針對你這班科技巨企 所以這些錢是誰收的 還有的就是 特朗普總統之前一直就很著意一件事 就是這些科技巨企 不能夠再在通訊規範法第230條的保護傘下 作惡 因為第230條 授權了給這些科技巨企 就是對於言論審查的行為 不必承擔任何的法律後果 現在這些科技正正利用了這個灰色地帶 就是在濫用第230條所賦予給他們的權力 不斷搞言論審查 言論審查針對黃賭毒的內容是沒有問題的 我也贊成 針對一些危害社會的問題是 你絕對應該刪除的 問題就是你不應該搞政治審查 你不應該對於有些你不喜歡的 政治主張 他是合法的 你就刪除了他 或者你把他的觸及率降低 這些就是有問題 是不是 你做言論審查老實說有些你一定要審查他的 難道鼓吹吸毒那些你又不能讓他在這裡說 那些應該刪除 問題就是政治審查那裡你就不應該搞 現在的問題就是你朱克伯格自己承認說有搞輿論道向 而且是要跟新一屆政府合作 你豈不是是濫用第230條所賦予給科企的權力 這些就是越權 你做一些根本上不是自己權利範圍以內的事情 所以為什麼特朗普總統他會這麼在意這個230條就是這個意思 他在任的時候都搞不定 那現在就更加不用搞了 他接下來的四年 他都會繼續在這個230條的保護下 繼續做他想做的事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